大家早上好 安赖的弟兄姐妹早上好 我们今天来到罗马书的第十章 罗马书的第十章分为两个段落 一到十三节是一段 十四到二十一节是一段 第一个大段落就是讲到 以色列人需要福音 这是保罗的看见第一个大段落 其实他心里面非常的清楚 所有人都需要福音 不过当然保罗的心里面就觉得 如果以色列人错过福音的话 就真的太可惜 也太过讲不通了 因为福音本来就是从以色列人 犹太人而出的 那这么好的东西 没有理由从以色列犹太人而出的时候 所有人都得着 而他们自己得不着 这在他心里面就会想 这还有天理吗 就是你辛辛苦苦煮一餐饭 看出来每个人都吃得很开心 可是你自己没得吃 那是怎样 这个就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所以保罗每一次提到犹太人的信主 他心里面就非常的焦急 因为他会觉得 没理由啊 为什么我们自己会这样白白的错过 真的是太可惜了 甚至可能他心里面就会觉得 以色列人如果是这样子去错过福音的话 那就是世上最不可 与不可及的一件事情 我们来看第一段落 保罗的心是怎样的 弟兄们 我心里所愿的 向神所求的 是要以色列人得救 我可以证明 他们向神有热心 但不是按着真知识 因为不知道神的义 想要立自己的义 就不服神的义了 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凡信他的都得着义 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讲明 他心里面所想的 他心里所愿的 向神所求的 这是他的心愿 也是他的祷告 就是以色列人可以得救 甚至他自己可以证明 他向神是有热心的 只是不是按照真知识 保罗是最有条件 长这些话的人 因为他自己从前 就是这样去经历 他对神有大大的热心 一心就立志要守住立法 所以他拜入最有名的老师 下面学习历历典章 然后也为自己所侍奉的 这个历历典章 这些犹太人 世世代代相传下来的 古人的传统 这些东西 他封为金科玉律 这样子就去抓住 去守住 如果论热心的话 其实他的热心 真的胜过很多很多的人 所以从前他为了服事 遗传下来的 这些历历典章的时候 就起来大大的逼迫基督徒 甚至将他们抓起来坐牢 只要你告诉他 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的话 他就会抓你去捐祭司 甚至当年死提反 被人用石头打死 殉道的时候 保罗也都在旁边欢喜快乐 来看这件事参与在其中 但是当他真的遇上基督的时候 他的生命完全的改变 从前的热心就变成了他传福音的动力 所以他讲这句话是实至名归的 他说其实他自己可以证明 以色列人像神是有热心的 就好像保罗当时 对这些遵守律法 犹太人的一直下来的传统 服从这个大祭司的这个教导 甚至和大祭司配合抓这些基督徒 这个热心是以色列人都有的 只不过问题就是 他们的认知是错误的 他们的热心不是按照真知识 这个真知是说指的就是对基督的认识 之所以保罗之前会这样来逼迫基督徒 就是因为他不觉得耶稣是基督 那为什么他不觉得耶稣是基督 或者是他抗拒耶稣是基督呢 其实都是因为他们的传统 他们的教导 他们所认为 他们心目中所遇见 所相信的基督 应该是那个万世的救主 应该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为以色列带来辉煌的王朝 统领权事件 列国的君王都要向他下拜 这就是他们心目中所想的基督 所以当他遇上耶稣的时候 就会出一些抗拒的声音出来 就好像拿大爷也是一样 拿大爷当人告诉他 耶稣是基督的时候 当然他们称呼我们是遇上了基督 拉撒拉人耶稣 当一听到拉撒拉就说 拉撒拉还能出些什么好东西啊 所以他们不相信 这么谦卑 孙子最后要钉在十字架上 这怎么也看 也不像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他们没有办法接受 基督是一个这么谦卑 这么卑微的一个样式 这就是没有真正的知识 这个真知识 其实是让他们认出谁是基督 反而他们没有这个真知识 所以他们拒绝基督 他们拒绝基督的时候 就形成了一个这样的情况 就是他们不知道神的意 因为基督就是神的意 当你不认耶稣是基督的时候 其实你就拒绝了神的意 既然拒绝了神的意 当然这个神的意 基督的这一条路 是一个救恩的路 是一个恩典的路 既然你拒绝了这个恩典的路 拒绝了这个基督所带来的意的话 那你追求的就是另外的一个意 像前面有两条路 一条是恩典之路 救恩之路 一条是律法之路 你拒绝了这一条恩典之路 你只能够走这条律法之路 所以他们就变成走到律法之路 这就是第三节所讲的 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意 就想立自己的意 所以就不服神的意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第四节 其实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走这条律法的路 其实去到尽头都是基督 但问题是什么呢 这条律法的路的终点 虽然是基督 但问题就是这条律法的路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走得完 所以以色列人都知道 他们都知道他们要守律法 但是古往今来 从来没有人可以完全的守律法 律法有一个问题就是 当你干犯一条 就等于干犯了所有的律法 但是问题就是 在这个律法里面的时候 是没有人可以守得住 没有一个人 可以一条律法都不干犯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所以根本就走不到终点 那个逻辑就很简单 如果律法之路是可以行得通 可以让人走到基督的话 那基督还用来吗 那基督还用这么辛苦 要钉十字架 忍受这么大的苦难 但如果这个都OK了 那神为什么要多持一举 还要付这么大的代价 留学舍身 开辟一条新的路 所以如果我们退后一步来看的话 我们就知道律法这条路 其实根本就走不通 如果走得通的话 神怎么会 很简单 如果有一件事情你要做 一个就是很辛苦的方式 去将它做完 一个就是很轻松 随随便便就可以完成的 那谁会选择辛苦的路来走呢 那每个人都想轻轻松松的 去解决这件事情 那就搞定啊 所以神也一样 如果律法是行得通的话 根本就耶稣不用走这一条 这么辛苦的路 开创一条恩典之路给人 这就是保罗所看见的 所以其实律法根本就是 没路可走 虽然到最后 律法的终点就是基督 但是为什么律法的终点是基督呢 其实也都是因为 基督开出了一条恩典之路 而开出的这条恩典之路 成全了律法 所以就将律法的终点 流转过来 但问题就在这里 如果我们不去走这条恩典的路的话 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 可以去到基督的路 因为到最后都是和平去恩典的 所以问题就在这里 这就是以色列人 最难去通过的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他们少了这一份的真知识 接下来第五节 保罗就解释 为什么会少了这个真知识呢 第五节说 墨西写着说 人若行纳出律法的义 就必因此活着 唯有出于信心的义 如此说 你不要心里说 谁要升到天上去呢 谁要下到阴间呢 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 他到底怎么说呢 他说 这道理离不远 正在离口里 在离心里 就是我们所传 信主的道 你若口里 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是 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因为 人心里相信 就可以诚意 口里承认 就可以得救 金商说 凡信他的人不至于羞愧 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 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 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 因为凡求告主名的 就必得救 保罗就引用 旧约 他引用的这些 旧约的经文里面指出 其实圣经早早就讲得清清楚楚 关于福音 关于恩典 关于得救的事情 所以他说 连摩西 因为他们最熟悉的 就是摩西的律法书 所以他说 连摩西都说 人若形他出于律法的义 就必因此活着 所以本来律法的功用 是叫人 可以认识神 可以进入救恩的里面 但是问题就是 如果你可以行得出 律法的义的话 你就可以因此活着 但是问题就是 没有人可以行得出 虽然好像是 有一条路在这里 但是这一条的路 我们没有本事去走 我们也走不完 因为这样的缘故之下 所以就有另外一个恩典 这个恩典就是 出于信心的义 其实这个恩典 就是前面几章 不断的提出 那律法的路行不通呢 虽然我们知道 这个律法 因为以色列人 天天查考圣经 以为类众有永生 所以他们 以为走这个律法 最后可以走到永生 但是很可惜 你知道了 但是你做不到 你行不出来 其实有时候知道 比不知道 更加痛苦 因为你不知道就算了 但是你知道这条路 是可以的 但是问题是 你怎么努力 都做不到他的要求 都打不到那个要求 所以神就开了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 出于信心 出于信心的义 保罗其实引用的 就是圣命记的 三十章 十一到十四节 谁要升到天上去 就是要领下基督来 谁要下到迎见器 就是要领基督 从死里上来 从摩西所写的 这些经文来看的话 其实就是 神要开出一条新的路 但是这条新的路 这么近那么远 你说它远吗 其实它不远 因为它就在我们的口里面 就在我们的心里面 这是可以和我们如此的近 但是你说它很近吗 但是又很远 为什么会这样 这么虚无缥缈 这么近那么远 其实就是因为 你的信心的问题 如果你能够相信的话 这个义 就和我们很近很近 就在我们口里面 就在我们的心里面 而且这个义 是贯穿天与地的 如果我们要用人的方法 来得到这个义的话 其实是没有办法的 谁能够生到天上 将基督带下来呢 没有人能够生到天上 天是神所在的地方 学友自驱 我们作为人的 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 上到天上 将基督带下来 所以你拿不到 当然这个自己 我们要上到天上 将基督带下来 其实就是行为 就是靠我们肉体的能力 我们肉体的能力 就是行为 所以肉体的行为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 将基督带下来 有谁可以下到阴间 将基督领上来 就是复活 谁能够上天下地 去产生这样一条新的利路 这个恩典的路 让人能够得救了 没有 没有一个人 可以凭着自己的能力 可以做到这件事 谁能够叫基督复活呢 谁能让基督临到人间呢 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 因为这一切 其实是神的工作 除非神自己愿意 否则的话 没有人可以强逼 谁能够规定 耶稣什么时候降临 在这个世上呢 没有 这是神自己选择的时空 自己选择的地点 自己甘心 情愿 让道成为肉身 取了人的样式 降生在马槽里面 为全人类 带来救恩 这个完全是神的作为 所以不是靠人的能力 可以做到 也没有一个人 可以有本事 叫基督从死里复活 而是圣灵无穷的 生命的大人 让基督死而复活 这个道理就在这里 你可以说它近 也可以说它远 问题就是 你的心是不是相信 如果你的心相信的话 就是第八节 他说这个道理里不远 正在你口里 在你的心里 就在你的口里面 就在你的心里面 这个道不是外在的行为里面 这个道其实是进入你的里面 在你的口里面 在你的心里面 保罗就进一步的解释 你若口里承认耶稣是主 行你相信神 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其实这个意义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你口里面承认耶稣是主 你承认他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 他就是万世的救主 他就是基督 你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当然你口里能够承认 是因为你心里有这个相信 因为我们心中所充满的 口里就说出来 所以如果我们口里面 我们心里面真的相信 他是弥赛亚的话 我们口里面就承认他是主 当然这个也需要配合 我们要里面有这样的认知的时候 我们口里面也要将他表达出来 所以我们口里面认耶稣是主 心里面相信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这就是救恩的最核心的问题 最核心的问题就是 我们相信耶稣 就是那位要来的救主 他不但是要来的基督 他更是复活的基督 这个复活也是很重要 今天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我们是不是相信 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呢 这个很重要 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 那就是说罪还没有被胜过 但是耶稣基督已经复活的话 就代表罪已经被胜过 这个赎罪祭是永恒有效的 如果我们相信 耶稣已经复活的话 其实我们都要相信 有一天我们都要如此的复活 今天基督是怎么样的 将来我们就是怎样的 基督今天活着在天上 将来我们都活着在天上 和神和基督永恒在一起 所以这就是救恩最基础最核心的地方 我们要口里承认耶稣是我们的主 这个主对以色列人来讲 这个主这个字 虽然保罗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 应该是用的是希腊文 但是当他提到主这个字的时候 以色列的读者 犹太人的读者 一见到这个字 他们就会将它 等于西伯伦的阿东奈 就是主的意思 阿东奈的意思就是上帝 因为在他们的文化里面 因为世界里面不可网称神的名 所以他们不敢将神的名直接读出来 实际上到最后 神的名究竟怎么读都失传了 所以他们习惯 一看见神的名号 他们就会尊称为阿东奈 就是主的意思 所以这个口里面 承认耶稣是主的话 就是你的口 要宣告耶稣就是神 这就是犹太人 最要过的那一关 你看看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 很多时候到最后 为什么他们要将他钉在十字架上面 为什么这些法利塞人 这些文士 祭师 不能够存留耶稣呢 原因就是他们称呼自己是神的儿子 称呼自己是神的儿子的话 意思就是 在他们的文化里面 其实这个逻辑很简单 猫生的孩子就是猫的猫仔 就是大家都是猫 所以猫的儿子就是猫 所以神的儿子就是神 就是大家都是同一个种类 才可以这样生出来 当耶稣说 他是人子 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 神的儿子 这一句话 当时的以色列人 文士法利塞人 一听到这句话 就撕裂衣服 他就说 这个人讲的 竟然以自己为神为同等 这个卫士 他们没有办法可以接纳的 然后他们就将耶稣 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这个才是核心的问题 但是这里保罗说 如果你口里可以 承认耶稣是主 就是你的口 能够这样去宣告 其实就是因为 你心里相信 耶稣就是神 耶稣是神 耶稣也是从 死里复活的神 如果你能够有这样的 看见这样的信心的话 救恩就在你的里面 因着这个信的缘故 你就被称为义 救恩就临到你 在这样的认知里面 这样的看见里面 其实这也是前面保罗 所讲的真知识 犹太人最大的问题 就是缺少了这个真知识 这个真知识 就是完全的 这样来认识耶稣 他们就是少了这样的认识 因为他们不相信 他们不承认 耶稣就是基督 他们更加不承认 复活这件事情 这样的情况之下 变成他们就错过了救恩 所以保罗就这里 就很心急的 要让以色列人知道 他们所错过的 究竟是一些什么 所以第十节 他再一次 更加清楚的说 人心里相信就可以成义 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原来得救的 成义得救 其实就是靠那个性 不是靠行为 其实保罗很想让犹太人知道 行为是行不通的 你们知道的 这个行为行不通 几千年来 我们都已经向这个方向 已经证实了 这已经是证实了 证明了 这个行为是行不通的 所以现在有一条新的路 摆在你的面前 就是这个性的 新的路 为什么你们不去呢 为什么你们不去抓住呢 为什么不去坚守呢 所以十一节说 经上说 凡信他的人 必不至羞愧 这个信他的人 当然是 这个他当然是指神 所以相信神的人 必不至于羞愧 这是以色列人都知道的 但是问题就是 这个真知识 如果我们明白 耶稣就是那一位的主 那信神的人 必不至于羞愧 而耶稣就是这一位主 就是神的话 那我们信耶稣的 就不至于羞愧 那为什么我们不信呢 其实是一个反问 让犹太人去思想 然后十二节就说 无论是犹太人也好 希腊人都好 没有分别 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 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讲 其实对他们来讲 也是一个他们 根深蒂固的一个认识 只不过保罗想将 这些已经存在 以色列人心中的一些神学 这些对神的知识 将他引导去基督身上 引导去耶稣的身上 他们相信 信神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只不过问题就是 如果我们这样相信神 你也应该这样相信耶稣 因为耶稣就是神 复活证明他是神 所以这就是他 为什么会说心里相信 第九节 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救必得救 这个从死里复活 为什么这么重要 就是复活证明他就是神 古往今来从来没有一个人 会这样死了三天还能复活 在十字架上 已经证明他是断气了 然后被埋葬 三天之后复活 这个复活其实在 圣经里面也都有预言 所以当耶稣这样复活的时候 就已经证明他就是神 所以相信神的必不至于羞愧 为什么我们不信呢 犹太人和希腊人都没有分别 因为众人都有同一位的神 神就是那位独一的神 就是那位创天造地唯一的神 所以没有第二个 当然这个没有第二个 也是让犹太人知道 你们要相信 因为没有第二个啦 不要再等啦 因为以色列人 当时还有一个想法 就是他们不相信耶稣 他们觉得 弥赛亚没有理由这么卑微的 弥赛亚还没有来 他们继续的等候 继续等候弥赛亚的到来 所以保罗很想告诉他们说 不要再等啦 你们等不到的 因为就是这一个 只有这一个 外邦人和希腊人 和犹太人 其实都是同一个的主 同一位的神 没有第二个 你再等也没有用了 他也会后代一切求告他的人 因为反求告主名的 就必得救 这一切的话 全部都是引用旧约圣经 其实保罗是很想让犹太人 看见一件事情就是 旧约圣经里面 所指着的弥赛亚 所有的这些的描述 所有这些言语 全部都已经成就在 耶稣基督的身上 你们为什么还看不见呢 这就是犹太人 需要有的那个真知识 当然这个真知识 对于我们今天外邦人来讲 也是分外的珍贵 我们是从犹太人手中 从圣经里面来认识 耶稣基督的 因为我们不是活在 基督在世的连带 我们没有亲眼见过耶稣 没有好像门徒一样 在耶稣身边和他一起生活过 我们今天所认识的 其实全部是从圣经而来 但是这个圣经 其实本来就是要打开 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在圣经里面 认识这一位的基督 很可惜的就是 因为人的传统 因为人的各样的问题 一次 我们没有办法真正 去明白真理 没有这个真的知识 所以保罗在这里很心急呀 想这些犹太人看见 这一个的真知识 这样去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耶稣就是 那一位的救主 当然对于我们今天的 外邦人信徒来讲 我们很感恩 就是我们没有这些传统 上面的绊脚石 我们没有一个的 心里面预设的一个立场 或者我们心里面 预设的基督的形象 一直到我们抗击 耶稣就是基督 所以我们没有这些 我们跟着圣经走下去 从旧约到新约 我们理解耶稣就是基督 毫无困难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 犹太人 他们有太多 自己里面的小剧场 他们自己里面 所想象出来的基督的形象 这些的小剧场 这些心里面 想象出来的形象 反而拦住了他们 去将耶稣和基督之间 画上一个等号 其实犹太人的问题很简单 只要耶稣和基督之间 他们能够画上这个等号的话 他们就什么问题就没有了 他们就马上的进入 这个恩典的门里面 甚至当这个等号一画上去 他们所俗读的所有的圣经 马上就通了 这就是那个分别 那个恩典之路的钥匙 就是耶稣 只要你相信耶稣 耶稣就会成为 打开这个救恩之门 打开这个圣经的知识之门的钥匙 这就是保罗所看见的 保罗所兴记的地方 这也是第一大段落 其实保罗很想让这些 以色列人知道 他们就是需要福音 他们就是需要耶稣 耶稣才是答案和钥匙 对以色列人来讲 其实对所有人来讲都是这样 我们再看第二个大段落 14到21节 然而人未曾信他 只能求他 未曾听见他 只能信他 没有传到的 只能听见 若没有奉差遣的 只能传到 如今上所记 报福音传喜信的人 他们的脚踪何等加美 只是人没有都听见福音 因为以色亚说 我们所传的道是有谁信呢 可见信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 诚然听见了 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 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 我在说 以色列人不知道吗 先有摩西说 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 惹动你们的愤恨 我要用那无知的民 注动你们的怒气 又由以色亚放胆说 没有寻找我的 我叫他们遇见 没有访问我的 我向他们显现 至于以色列人 他说 我整天伸手招呼了 贝利顶撞的百姓 因为以色列人 抗拒福音 因为以色列人 心里面 有自己的一些固执 你知道他们 不能够得着这个真知识 神就让这个真知识 就临到这些外邦 所以福音就是这样 临到外邦 外邦人就这样相信 但是外邦人相信福音 其实对以色列人来讲 又是一个祝福 为什么呢 我们就详细来看这一段 我们就知道 然而人未曾信他 只能求他 未曾听见 只能信他 没有传到的 只能听见 没有奉差遣的 只能传到呢 保罗一连气 就发出了一些问题 因为他前面提到 其实我们只要 口里诚真心里 相信就必然得救 然后信神的人 必不至于羞愧 无论是外邦人 无论是犹太人 所信的都是同一位的主 只有一个的神 神是以色列的神 神是犹太人的神 也是外邦人的神 神是全世界的神 神是遍地的神 神是整个宇宙的神 因为只有一位的神 这个对犹太人来讲 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问题就是 这一位的神 是不是就是耶稣呢 这就是唯一的地方 但我们都知道 如果耶稣真的是神的话 你信他就必定搞定 就必定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逻辑就是这样 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十四节 如果我们未曾信他的话 又怎么求他呢 但问题就是 怎样才可以信呢 未曾听见的 怎能信呢 所以这里就 有一个很吊诡的地方 就是我要相信 那首先也要有人传啊 没有人传 我怎么能听到呢 我听不到 我又怎能信呢 所以那个根源在哪里呢 有没有人传 这是很重要的 一个核心 他说没有传到的 怎能听见呢 但是问题就是 没有奉 若没有奉猜浅的 怎能传到呢 所以所有的东西 推推推推 推到最后的时候就是 谁奉猜浅的 传这个道呢 你明白这个逻辑吗 要有人奉猜浅 开始传这个道 传这个道 传到人的耳中 听见了 听见之后 他可以相信 信之后 他就可以得救 所以整个的 这一个得救的 一个步骤 这个恋 就是首先要有人奉猜浅 然后去传那个道 因为这个道传出来 听见信 信就得救 那个方程式就是这样 谁是奉猜浅的呢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当然 耶稣本来就是奉猜浅的那一个 因为他从天上面奉猜浅 道成肉身 将天上的道 传一世上 然后听见的人相信 相信的人就得救 所以其实这个奉猜浅 本来是从神那里而来 当然当耶稣来到之后 今天的我们都是奉猜浅的 因为我们和基督一同做工 他是我们的老师 他是我们的夫子 他是我们的主 是我们的神 他所做的我们都做 我们是他的门徒 所以我们被称为基督徒 所以这个奉猜浅 本来是从神而来 从神猜浅他自己的独生旨 来到人间 将神的道宣扬出来 宣扬出来之后 听见又相信的人就得救 所以这个方程式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保罗就说 传福音 报喜信这些人是何等的加美 他们的脚中何等的加美 所以传福音这件事非常的重要 传福音报喜信的人 他们的脚中何等加美 因为他们去到哪里 救恩就带到哪里 他们去到哪里 耶稣是救主的这个真知识 就去到哪里 所以传福音的人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都是奉猜浅的 我们都是被神猜派的 问题就是十六节 如果人没有听见福音 十六节 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 这个听从就是接受 听是听见了 但是有没有接受呢 听是听见了 有没有放在心里面呢 去相信 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呢 其实又回到那一句 凡是口里承认耶稣是主 心里相信神是教他 从死里复活的 就必然得救 好了 这个福音我们听是听见了 但是我们有没有接受呢 我们口里面有没有承认 耶稣是我们的主呢 就是我们口里面 有没有承认耶稣是神呢 我们心里面是不是相信 耶稣已经复活 胜过一切的死亡 显明他是神呢 所以这就是这个问题 我们听见了 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呢 所以以赛亚先知 在他的以赛亚书里面说 我们所传的有谁相信呢 所讲的有谁信呢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保罗在这里就引用 以赛亚书的经文 就是让犹太人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让犹太人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其实他们不信呢 是早早已经有预言了 因为他们心硬 他们拒绝 训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我们要听 我们要听 要听的就是基督的话 以色列人可能又会讲了 谁听过呢 但是保罗就说 其实他的声音传遍天下 他的言语传到地极 当然对保罗当时来讲 天下和地极 他们所指的就是 罗马的版图里面 他们所已知的这个世界 事实上 他们都是在努力的将福音 从耶路撒冷开始 到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 这个所指的地极 就是罗马版图里面 其他的地方 就是今天我们去看的 罗马呀 土耳其呀 这一堆的地方 所以其实这些福音 这些声音已经传遍天下 已经传到地极 那以色列人是不是不知道呢 其实不是哦 就算你没有听过 保罗他们所传的 这个福音的话 如果你细心去看 真的留心去看圣经的话 他说以色列人 都没得推毁的 因为摩西都这样说 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 惹动你们的愤恨 我要用那无知的民 助动你们的怒气 其实摩西早早就已经 欲言 人有一天会让福音 临到外邦人 而这些外邦人 这些无知的民 他们会助动你的怒气 激动你们的愤恨 其实这些外邦人 他们本来是无知的 他们是不认识神的 他们是完全不认识福音 完全没有任何的背景 但是这个福音 他们都能够理解 而且他们都能够 从这个福音里面 去相信神 那以色列人 你比他们有更深厚的根基 为什么你们不明白呢 他们为什么会认识神呢 他们都是透过圣经来认识神 但是这一本的圣经 是从你们而出的 你们不是比外邦人 更加的充分的掌握 明白吗 所以为什么神要用外邦人 来惹动以色列人 就是激动他们 发愤相信神 其实以色列人 犹太人的眼中 这些外邦人 就是外化人 没有文化的 是没有知识的 是 猪狗一样的情况 既然他们都得着 既然他们可以得着 认识神 既然他们在福音里面 可以认识这位 创天造地伟大的神 然后他们在圣经里面 去了解 那我们作为这些犹太人的话 岂不是更加应该要明白吗 这些无知的 明的可以明白 所以神要让他们 惹动以色列人 连以色亚都这样说 没有寻找我的 我叫他们遇见 没有访问我的 我向他们显现 神其实就是要寻找 这些的外邦人 这些本来不认识神的 本来没有去寻求神的人 神向他们显现 让他们得救 而这些外邦人的得救 其实就是要 刺激这些犹太人 让这些犹太人 都同样得救 因为外邦人和犹太人 同有一位的神 一位的主 至于色列人怎么样呢 他说 我整天神手 招呼那贝利顶嘴的百姓 对于外邦人来讲 神要让福音 领导他们 让他们可以得救 对于色列人来讲呢 神有没有放弃呢 其实神没有放弃 神整天都伸手 招呼这些顶撞的百姓 神对这些以色列人 也是充满恩典的 整天伸手 向他们招呼 很可惜这一段的圣经 人就将他理解 成为替代神学 就会觉得神说 我整天伸手 招呼了贝利顶撞的百姓 所以就一棒 就将犹太人打死 贝利顶撞的百姓 就觉得神已经放弃了他们 但其实 我们从这些前往后里 来看的话 神之所以让福音 领导外邦 原因是要用外邦 刺激以色列人 发愤 争气 对以色列人 神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他们 所以他是整天伸手 招呼了 贝利顶撞的百姓 虽然他们贝利顶撞的百姓 但是神对他们的恩典 从来都没有断绝 而是整天伸手招呼 伸手向他们招呼 所以这个替代神学 根本就没有立场 没有办法可以立足 神就是要让以色列人 都能够得救 我们外邦人 有一个责任就是 我们要激动 以色列人上进发愤 去寻求神 让他们都得到 这一份的救恩 这才是神的心意 当然作为外邦人的 今天我们 我们都要在我们的信仰上面 牢牢的站稳 站稳正脚 就知道 我们所信的这一位耶稣 祂就是基督 祂就是救主 口里承认心里相信 就必然得救 祂是来为复活的主 祂是来为用复活 证明祂是神 祂是我们的主 我们要将这一份的看见 对于基督的认识的真知识 不但是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更加要传扬 因为我们都是奉差遣的 我们要将这个真知识 带回以色列 带回由他的群体里面 让他们都能够认识 让他们都能得救 因为这才是神的心意 这也是神放在外邦人心上的一个使命 让我们都起来 完成神给我们的这一个使命 好让犹太人 外邦人同样有同一位的主 阿们 祝我们感谢你 何等的恩典 何等宝贵的十家 这个救恩 要为全人类带来一个大翻转 让我们可以回到生命树的里面 让我们可以回到 创天造地的神的当中 主啊 是的 我们都是被利顶嘴的 但是因着宝贵的十家 恩典竟然临到我们 主我们何等的感恩 主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弟兄姐妹好不好 这时候我们都开口来感谢我们的神 我们同样都是被利顶嘴 在今天 这个恩典竟然临到你 临到我 让我们可以得永生 不至于死亡 反得永生 我们来开口感谢神 单单因为信 我们就可以称义 白白的恩典 临到你临到我 我们去开口感谢我们的神 主啊 我们感谢你 我们不是单单口里唱这个诗歌 而是从我们心里出发 真的知道 你是何等的宝贵 耶稣 你是何等的宝贵 主啊 我们今天是何等蒙恩的罪人 主啊 我们感谢你 主啊 是的这个恩典 不单单是我们自己 让我们更多来体会你的心 主啊 你的心 是要让万人得救 不愿一人沉沦 主啊 你的心意是 无论犹太人 希腊人 都要得哲理的救恩 是普世的救恩 主啊 是的在书行四十天里面 你告诉我们 华人的命令 就是要将以色列人 主啊 归回给你 带回去给你 也等于今天罗马书 再次提到 我要用那 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恨 我要用那无知的民 助动你们的怒气 主啊 这个是我们的使命 要让你的长子 以色列人 同样得救 主啊 我们凭着这个感恩的心 来领受 你给我们的使命 求你来帮助我们 愿圣灵来加力给我们 听见 姐妹我们今天看见 罗马书第十章的里面 以色列人的问题 就是要守律法 离弃了基督 其实同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是不是同样都 不多不少的律法主义 在我们的当中 因为守律法 守行四很容易 因为有满足感 有人见到 有成绩 有实实在在 有东西看见 如果跟我们说 福音 信仰 适合神的关系 关系好像虚无缥缈 看不见 在我们生命的里面 我们是不是都追求 或者落在律法主义当中 记得在我读神学院的里面 我有一个同学 他会告诉我们 他祷告了两个小时 沾沾自喜 或者是我五点钟就起床 在当中我们会会落入一个形式主义里面 我也认识一些姐妹 她会说很忙啊 很累啊 我要祷告啊 五点钟要起床 我要读经 读到晚上两点 但是他这个人就会很忙啊 很容易发露啊 求神今天也来帮助我们 以色列人 讲了解释了第十章 这么清楚的时候 原来在律法的里面 真的没有出路 求主来帮助我们 如果圣灵有提醒你的 提醒我的 好不好 我们这个时候都向神来认罪 求主来帮助我们 主要你来释放我们 不单止让以色列人 可以释放他们 守这个律法 不是以为在律法的里面就可以满足 而是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是在安典的里面 原来律法这条路 是没有可能走到终点的 没有人能守得住的 只有基督 是让我们转结 透过基督去到恩典之路 我们才能够达到目标 主要原来这一切的形式 都不能够帮到我们达标 因为这么多律法里面 我们失去一条 我们都不能够成 都不能够完成 唯有基督 唯有神你自己的爱 这也是神你在 你颁布实戒背后 实戒的背后 新版律法的里面 背后的爱 不是一个形式 主要唯有神你自己 为我们明白你这个爱 你这个关系 才叫我们真正的得救 不是这些的条文 主要律法 原来我们是达不到的 主要无论我们多么勤力 多么努力 以为多么忠心来守住 这些形式 我们结果都是落空 唯有耶稣 唯有耶稣里 唯有你的爱 让我们可以真正的悔改 唯有你的救赎 唯有圣灵的恩典 叫我们才能够 真正去完成 这个律法背后 这个爱的关系 去拥抱你自己 神你来帮助我们 不是仅仅抓住律法 而是仅仅抓住 律法背后这一位神 神你的爱 抓你来帮助我们 口里任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 叫你从死里复活 主要这是爱的拯救 主要你将视为人 道成肉身 是你的爱 主要给我们 在你的爱的里面 不是在律法条文的里面 让我们可以生命得到更新 主要律法给我们 看见背后 你的这个爱 因为律法背后告诉我们 我们达不到标 是耶稣你为我们达标 是实价的救恩 叫我们达标 主要让我们见到律法的时候 想起你耶稣实价的救恩 主要你来帮助我们 主要让我们真的 这个真知识 让我们进入真知识的里面 主要让我们能够起来 将这个真知识传扬开去 主要没有一个人 能够完成律法 无论外邦人 无论以色列人 我们同样都需要 十字架的救赎 你来帮助我们 更新我们 弟兄姐妹 这个时候我们都将手放在我们的心上 我们为自己的心来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你让我们成为华人 可以接这一棒 可以接福音最后的一棒 要将这个福音传回耶路撒冷 传回以色列 让以色列人得救 是要凭着真知识 但是今天借着罗马书十章 你要先来帮助我们 在这个真知识里面 扎根 有根有基 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个 都不要陷在律法主义的里面 都不要和以色列人一样 困在当中 主你来帮助我们 不是要走形式主义 而是看重和耶稣里的关系 主因为爱 而救赎我们 因着爱 十字架 你来舍命 让我们高举的 不是律法的形式 让我们夸口的 不是我们守了多少的律法 主要我们夸口的 是神里的恩典 在我们这些罪人的身上 主要给我们真认识你 给我们真认识你 主圣灵你来帮助我们 唯有在圣灵的里面 靠着神的恩典 我们才可以完全律法 就是爱神爱人 主你来更新我们 更新我们 耶稣我们感谢你 因着你十字架的爱 我们才知道何为爱 因着十字架的爱 我们可以去学习 以你的样式去爱 去成全这个律法 耶稣因为你对我们 尽心尽力 尽力这样来爱我们 我们去学习爱力 祝我们感谢你 在爱的里面 我们可以脱离 律法主义的捆绑 因为在爱的里面 我们可以进入 救恩的当中 去完成这个大使命 祝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主要使得 以色列人因为被你顶嘴 和你失去这个关系 所拥抱的是律法 今天我们要先和你建立这个关系 好叫我们能够拥抱十字架 我们可以拥抱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主要让我们这个拥抱 我们的生命 将十字架的救恩 这一个福音 这一个真知识 带去以色列 让神你的心得满足 让保罗这个心智 能够得着满足 主要我们知道 我们都是接棒的人 我们知道保罗今天 同样在天上面 来等候普世的教会 去接这一个棒 主要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你今天将这个棒 交托在我们的当中 主要我们献上感恩 愿我们真的能够在 真知识里面扎根在扎根 对你有更深的爱 对福音有更深的认知 主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在你的恩典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对于我们外邦人 这一句话有两个意义 第一 我们自己 要听基督的话 因为信道 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所以我们要好好听 耶稣的话 听神的话 另外一个 就是我们要好好的 将神的道 将基督的话 传给以色列 传给更多的人 因为我们都是蒙恩典 也是奉差遣的 愿主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绝书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一方面 在我们的心里面 可以将道装在我们的心中 让我们成为顺服 性命的儿女 听你的话 听基督的话 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 提醒我们的话 我们留心去做 留心去行 另外一方面 主要求你兴起我们 使用我们 让我们可以将福音 带给更多的人 包括以色列人 甚至让我们可以起来 最终将你的福音 传回耶路撒冷 传回给以色列人 主啊 这是你给外邦人的使命 我们要来 惹动以色列人 让他们能够发愤 在救恩上面 兴起直追 直到有一天 你所爱的犹太人 和外邦人 同有一位的主 同有一位的神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走上 你给我们的命令 加添我们的能力 加添我们传福音的动力 主我们感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感谢主 我们今天的成岛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